《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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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平安吗 刚刚说要依靠主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疫情蔓延的事情 每天越来越严重 盼望今天借着主的道能够勉励坚固大家 阿们 各位 有时候我们面对内幼外患的时候 人很难同行的 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的声音会出来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 政府很辛苦的 要实行那些防疫措施 然后也要维持经济 这个当中 国人很多都因为害怕就埋怨 政府的反应很迟钝 然后没有为这次病例的加征做好准备 这些话加重了在带领整个国家的领袖们的压力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也看到是这样 教会我们知道是神带领的 神保护的 神供应的 讲是这样了 问题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的心态 大家的反应就出来了 为什么不这样 为什么不那样 然后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工来 很多的需求来 很多的聚会要带领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事情要考虑的时候 你就看到埋怨的神灵出来 真闹的神灵出来 有很多很多这些内 忧 外患的事情 很容易出现的 这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软弱来的 我们要承认 当然我们也明白说在教会里面 不是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都一样 每一个人属灵的看见的那个深度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 大家先是自然的反应 先说 先埋怨 但是没有看到上帝无形的双手 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不愿意看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忍耐是有限 一个危机出现 忍耐一下子可以 但是持续的那个挑战 那个难关一直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埋怨了 对不对 所以我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疫情一直这样拖延的时候 其实给信徒很大很大的功课 这是炼净教会 炼净信徒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我们每天一千多钟 很快两千钟 有些人说盼望不要了 牧师不要讲这样的话 各位 我们活在现实中 有时这样的情况一出现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是这样 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 我们还是应该要开的聚会开 应该要欢迎的就欢迎 但是这个当中你们觉得很容易 但是教会是有压力的 教会是一定会有风险的 可能忽然间有人来了聚会之后被感染病毒的 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有的 然后很多的声音又会出现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然后报纸又出现了这些消息 每天有人死 所以大家都会担心的 所以担心的时候 人就会说话 说的话都不是好话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内忧外患的情况 尤其我们活在这个网络时代 有时候真的精神的压力是很大的 一折的新闻来 消极的新闻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读才刚刚不错了 但是当你又读一个情报放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那个是消极的 那个是跟你所认识的神的应许不相称的东西 你里面就有交战 有些人是没有交战 有些人是自动被牵引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昨天都知道了 很多弟兄姐妹就发信心 牧师政府现在强烈不鼓励六十岁以上的人来参加聚会 我心里面在想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会怎样 我刚才一转头看到这群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还是这样来聚会 这样坐在当中 这样领受 必定是按着信心 靠着主 祷告过 这样过来的 但是自己可以等下回家的家人讲 你有没有看报纸 又有压力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压力就会来的 所以会辛苦 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服事当中 大家要付出的也很多 教会的事物多 然后等一下又有什么家庭的事 工作的事要监护 这些一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考验我们的一个承受力了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在教会听了信息这么多年 有没有能够应对这些内忧外患的眼光跟信念 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地上是会有苦难的 这个地上的日子是奔跑的打战的杀种的 我们是有仇敌的 是有仇敌的一个日子 所以在这个当中一定有内忧外患的 有四面为敌的 圣经早就预测这个东西 但是圣经也提供给我们答案 所以在内忧外患来的时候 不管是怎样 不管是这个疫情 还是你天天在家中 工作上 各种的挑战当中所面对的 有三个很重要的答案 各位要抓住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我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什么 神应许我们 如果是神把我们带入的那个难关 或者危难 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的 对不对 如果是神把我们带入 一定把我们带出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受试探的时候 在遭受试探 圣经清楚说 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出路 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那个试探来 不是你宣告一下 结束 对不对 有谁能够宣告疫情结束 就马上结束 没有一个人 这是神按着祂的主权定的时间 这个当儿一定有一个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的主 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 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 他求主 三次 主啊拿走这个肉身的刺 很辛苦 一边要服侍你 一边要承受这个刺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 反而在什么 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阿们 各位 我每次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很多很多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有些 十年 二十年带着一些病痛 有些家庭有一些问题 婚姻有一些问题 这些不是你这样一求马上离开 但是主显明的能力 在你又是软弱中 灰心中 再次安慰你 兼顾你的事情 我知道我们多几个礼拜之后 不是几个礼拜 这周来临之后 那是小六位考来了 我每次说对父母最压力的是小六位考 因为那个是考父母的 不是考孩子的 因为孩子不懂事嘛 孩子随便 像这样 父母很着急 这个东西 我最压力的 我孩子考小六位 他现在考欧水准 我不太压力了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我记得以前 我的小儿子刚考小六位考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事情 我教会刚刚装修 我们还要搞装修 搞这些搞设计什么东西 然后回家看他什么都不做 然后又不愿意 然后主日还要讲到 这个全部一起来的那种压力 各位 我通常发现 主试验我们的时候 是两三个四五个 那个问题一起来 四面为敌的 有很多时候我就经历 有一次我记得我要宣教的时候 明天要上飞机 今天孩子进医院 奇怪的 主我们明天要上飞机了 给我一个平安嘛 对不对 女孩子进医院 然后明天上飞机 一下飞机 多一天要讲道 怎么讲 但是我跟各位说 所有服侍主的人 都要经过这个考验 各位 其实这是最基本的 你们知道吗 保罗耶稣有四面为敌的时候 你服侍主怎么可能 主啊 给我样样都很松 很容易 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 什么都好 然后我就专心服侍你 没有这回事 我看到神炼净他的仆人的事情 神炼净圣徒 承圣他们的生命 一定是这样的 四面为敌 但是主怎么保护他 把他带出来 所以这个当中 你说主你做什么 首先炼净这个器皿 叫这个器皿经过火 能够扩大起来 对不对 你扩大起来 容量多起来 就能领受更多的恩典 另外 你会发现 四面为敌的时候 你静默观看 主怎么帮助你度过那个问题 你问题一来 呱呱叫 骂这个 埋怨那个 什么 这些东西 然后这样 服侍主 然后叫旁边的人 全部因你的埋怨扑倒 那不行的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上帝炼净他的仆人们 一个服侍者 一定是有很多时候急难 困苦 凌辱 软弱 但是什么时候软弱 那个爱我的主 在我的心中是我坚强 叫我刚强起来 阿们 所以各位 我们有新的挑战来了 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整个关开关开 大家忽然间不来聚会了 但是也不是说怕 所以说 因为肚子不舒服 因为头晕 很多的借口 对不对 当然我也不要太过的责备 弟兄姐妹 但是 我们一定明白 这个两年的期间 所有国家都在面对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 只有新加坡很舒服 所以你舒服的时候 你马上是靠政府的 但是现在忽然间好像失控的光景的时候 然后你又要来聚会 又要面对旁边的人的压力 要面对很多有忙碌的事情 你知道自己要靠主 我再讲一遍 主把我们带入的那个问题 一定把我们带入 这是应许 第一 第二是什么 如果主许可一个挑战 你一定知道挑战 背后一定有赏赐的 阿们 你很辛苦的奔跑 一定有终结点 终结点有奖杯 一定有这个东西 你征战一定有得胜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 你流泪杀种的 下一句什么 必定要欢呼收割 所以收割 哈利路亚 一定后面有果子的 但是我们不太喜欢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流泪杀种 要流泪做什么 各位你没有流泪 你收割啊 你好意思哦 人家帮我杀种 我去collect全部 自己束缚他好意思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你们要流泪杀种 你养孩子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流泪 有时候 你流泪养育他 教育他 他一直不听你在教 一直不听你在骂 在教在打 然后过程当中又爱 又打他 又教训他 很多的流泪的过程 有一天看他长大了 感谢主 欢喜快乐 有没有 各位 你没有流泪做主的工作 你会体会基督的心肠吗 不会的 基督多爱教会 基督为教会舍己 我懂 但是观念 观念而已 他钉在十字架上 直到你流泪的做主的工作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会体会基督的心 你跟基督的心维心的时候 那就是圣灵透过你做工 讲话牧养正道 这个能力才会透过你出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流泪杀种的 怎样 欢呼首歌 每一个你所得到的果子 你知道不是你的 在当中 你很多的流泪当中 主安慰你 主甚至在坚强你 完成主的工作 有吗 要不要流泪 没有流泪 没有欢呼的 阿们 这是我一辈子的信仰 你的一个见证来的 我可以跟我说 现在我跟你们讲的东西 不但是保罗使徒们经历的东西 是主带领我一生走过的路 不管是你服侍主 你养育儿 你带领家庭工作 面对很多挫折 人生的很多百胎的时候 有时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的时候 但你自己是知道 你自己的容量很小 但是神在用火熬炼你 但是你走过之后 感谢赞美主 没有那个 没有今天 然后第三 什么 在内忧外患来的时候 不管是来到教会 来到家庭 还是来到 各位你记得 你旁边是有肢体的 神一定为你预备同工 在这个当中 亲爱的弟兄弟 神要做的是什么 叫你们同心一起学习 怎么度过迎面而来的挑战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内忧外患来当中 我们不是扯彼此的后腿 彼此埋怨 都是你了 你看 各位有时候夫妇两个人也是这样 孩子有问题 其实已经烦了 对不对 但另一个讲都是你了 没有照顾好 没有教好 你看 其实你们就是加重那个负担 所以 教会里面 有内忧外患的时候 上帝叫领袖成更加的学习 怎么同心 在这个时候 像保罗说的 保罗写信给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菲利比教会被逼迫 他自己在监狱 他在监狱写的监狱书信 菲利比书说什么 刚才我们读到对不对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只要不但是我在你们这里 或者不在你们这里 都能够听到你们的光景 是什么光景 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的文 然后为所信的福音 什么 齐心努力 所以大家都会知道 我们遇到逼迫 遇到压力 遇到难处的时候 这样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所以每一个的难关 是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 教会面对的每一个的难关 是叫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 什么见证 相爱的见证 帮补彼此的见证 你们明白吗 在这个帮补相爱当中 我们主临在我们当中 所以 这是很美的关系来的 很美的关系 没有挑战 大家的关系是表面的 因为你好 我也好 对不对 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辛苦 都压力的时候 我们帮补彼此 夫妇两个人也是这样 那个关系建立起来 同工之间的那个关系 也是这样建立起来 对彼此的信任 也了解彼此的底线 知道他已经不能了 快点帮助他 其实我最感恩的就是 每次我在很辛苦的时候 有时同工们帮补 他理解 牧师也不完全 没有厌缘的这样做主的工作 其实有时候你在急难当中 然后你自己很辛苦的时候 你度过了 你度过完之后 问题不是你度过 问题都会走的 你会想回去 在我最难的时候 谁帮助我 对不对 在我最难的时候 谁的话是勉励我 鼓励我 你一定想回去的 然后你也会想什么 在我最难的时候 谁还加重问题给我 对不对 你也会想这个东西的 你想回去 你就知道 这同工真不错 这同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他坚固 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 人记得 也正是上帝记得 你在你的肢体身上做的善事 你在你配偶的身上做的美事 讲的好话 全部受主纪念 对不对 所以容易不容易 三个是什么 在内忧外患的时候 什么 三个答案 主带领你进入 一定带领你度过 第二是什么 你流泪杀种 必定欢呼收割 第三是什么 在最艰难的时候 大家的同心合一 其实就是这样了 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用一个很实际的故事 给各位讲解 各位看 在《出埃及记》 我们有些人读过这处经文 没有读过的各位 这个经文基本上 《出埃及》十七章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遇到两个很重要的挑战 一个是没有水和干渴 人没有水三天就死了 干渴是最难受的 你饿 饿两个礼拜不会死的 还可以的 对不对 你渴 这是受不了的 致命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外在来的什么 就是仇敌 由仇敌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 在旷野的时候 忽然间袭击他们的事情 在这两件事情里面 就带给教会今天怎样的信息 我们一起看 第十七章 十七章我们来看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 在利菲丁安宁 各位注意听现在讲的话 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遵自己的意思 还是遵耶和华的吩咐 遵耶和华的吩咐 好不好 好 但是很奇妙的 为什么遵耶和华的吩咐下面发生什么事 下面百姓没有水和 就出现了一个外在的问题 这个叫外患 对不对 然后 所以他们就与耶稣争老 说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老 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各位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埋怨黑妈 我们没有埋怨神 我们不敢埋怨 我们埋怨人 其实你埋怨人 埋怨情况 其实就是埋怨神 因为你旁边的人是谁造的 上帝造的 你的情况是谁带你进入的 上帝带你进入的 上帝带你进入的 所以当我们争老埋怨的时候 其实是有所试探神的 你看 这个试探 虽然人不说 但是心里面是这样的 心里面是很讨厌这个情况 我们每次说我们顺服主 但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No 你要知道 你顺服主 就是你顺服神带领你进入的情况 Amen 很重要的话 然后第三节 百姓在那里深渴 要喝水 所以一般的人 这个肉身很软弱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不受保守的 这个叫相当的一个灵力 才能够保守的 但是 大致上都是很干渴的时候 他们就向摩西发怨怨说 他们说什么 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身处都渴死呢 各位 他们渴死了吗 还没有死 是渴 但是还没有死 但是他们埋怨什么 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 各位有没有很辛苦的时候 为什么主叫我 叫我信主之后遇到这样多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你信主是天变 地变 永恒变的 但是你因为现在暂时的 那几天的干渴 然后你埋怨上帝 为什么给我永恒 叫我现在这么麻烦 各位明白吗 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 所以我们人真的是有罪的 我并不是说我这样讲各位 我不会埋怨 我也会 有时在急难当中 当下 我们 没有办法 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他们说 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 第四节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 就是到这个地步 所以不是讲三两句话埋怨而已 几乎要拿石头打神的仆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叫大家做见证 长老是好像领袖们 你们做见证 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们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 Masa Masa是试探的意思 你们埋怨试探神 又叫Milipa Milipa是真脑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下面说 因为以色列人真脑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无水的境况 我们以色列民他们遇到没有水的光景 他们就埋怨神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去思想 因为圣经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他们尊业化的吩咐 到这个地方安营 然后没有水喝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神早就告诉我们了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们遵行神 顺顺利利一帆风俗 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这个东西 反而奇妙的 神一定带领你走到一些适当的难关 很奇妙 对不对 我们被神带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关键在哪里 在这个时候 因为现况是不理想的 所以很快 百姓们他们就埋怨起来 因为这个肉体的辛苦 他们就争恼埋怨 说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 藐视神的救恩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试探神 这个也是常常我们教会会遇到的光景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想一想 无水是什么 无水是水嘛 没有了 这个叫外在的患难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外患 但是外患来了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内忧 内忧是什么 大家急嘛 怕嘛 可嘛 然后就开始埋怨领袖们 所以这个叫内忧外患 这个意思了 所以每一个问题都会产生内忧外患的 每一个问题 就一出现外在的环境 不理想 然后就会内乱 很多的人的声音就会出来 这就告诉我们 以色列象征 就是教会的光景 信徒 两种失败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带着假象跟从神 跟从神一定都好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然后 遇到问题了 为什么这样 然后呢 想都不想 原来是神带领我进入的 一定有祂特别的计划 不想这个 因为辛苦 害怕 然后就马上埋怨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二 通常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来来去去 这两个的 但是你们会发现 这个经文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 神并没有因他们的埋怨 出来击打他们 刑罚他们 各位没有看到 对不对 甚至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摩西的时候 这里没有说到 神忽然间大发雷听 没有讲这个东西 神只有跟摩西说 摩西 你怎么做 拿着那个杖 你时常拿着的 对不对 击打那个磐石 然后活水 咸甜的水就出来 各位 这个其实很有含义的 我们知道旧约都是预表新约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想 现在摩西要击打磐石 我们问磐石是什么 磐石指谁 基督了咯 对不对 他是磐石 是房教师 The rock 对不对 然后摩西代表什么 摩西代表律法 旧约的律法 从他来嘛 对不对 所以 火水是什么 从你渡风流出 火水的浆了 讲到圣灵 对不对 我们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百姓干咳 埋怨犯罪的时候 上帝没有击打他们 上帝叫律法的代表摩西 打磐石 对不对 基督 然后怎样 火水流出来 满足百姓 告诉我们什么 在我们的犯罪里面 主用那个律法的那个降法 罚水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 所以他被击打 不是因为他犯罪 我们犯罪 所以他被击打的结果 我们的罪得赦 我们领受圣灵 各位奇妙不奇妙 所以上帝用一个百姓最完根的一个情况 来要显示他将来的救赎 这就是上帝很伟大的地方 我不知道各位每次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用这个基督的眼光 这样看 百姓现在得到水喝 很开心 对不对 很满足 其实你要知道 不是他们配得的 这是完全上帝的恩典 怜悯赐下的 那好不好 各位听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了 对不对 主不这样罪我 但是下面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以为完了 忽然间上帝说 那个地方取名 取名叫什么 Masa 叫试探 取名叫什么 米利巴叫真脑 要纪念百姓在这个地方试探我 向我真脑发验员 有没有 我们就问 为什么上帝这样小气 不是刚刚给我水喝了 然后要纪念我的罪 各位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记得 这次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并不是说上帝小气 记得你的罪 反而是上帝要你们记得自己的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督很多时候 我们罪得色了 忘记恩典 我们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 所以马丁路德讲很重要的话 你们是什么 我们圣徒 我们同时是义人 但是也是罪人 你们要记得 虽然你们已经蒙恩会了 蒙恩会 但是你要记得你的过犯 当你记得你的过犯的时候 因为你的过犯显多 恩典就更显大了 当你没有记得过犯的时候 我已经蒙恩了 我是蒙爱的 天天讲我自己蒙恩蒙爱 然后走犯罪的路 因为你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 就开始践踏恩典 我们人性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你得自由 得释放 得祝福 祝祢想回 我配得得这个的吗 我是很多时候埋怨神的 我很多时候不信靠祂 所以主啊 要不是祢的怜悯 我怎么有今天的福分 所以祢想回去 祢的那个光景 像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但是我却蒙了他丰盛的怜悯 有没有 所以保罗他这样纪念的时候 他知道他一生不会践踏身的恩典 他是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把自己的渺小软弱讲出来 把神的伟大带出来 各位 这个就是福音了 福音你昨天讲今天讲明天你要讲 因为你昨天蒙恩了今天忘记恩典 今天蒙恩了明天又忘记恩典 对不对 一有问题又开始埋怨 所以每一次你记得自己的过犯 上帝没有叫我因我的过犯而死而完蛋 所以叫我今天谨慎度日 阿们 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 是完全讲到我们上帝自己 祂的伟大 祂把先天的水赐给这个丸根 试探祂的百姓 各位有看到吗 我不知道 各位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 你心里面是怎样啊 我看了之后 人是谦卑下来的 不能跟上帝说 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水 为什么给我家庭不好 为什么给我情况这么压力 没有人会这样的 你真的用心灵诚实读这出经文的时候 你马上赞惊感恩 马上这样 各位要这样思想神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重要的 然后各位 这个完了happy不happy happy了大家得水喝了 忽然间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看 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战争 第八节我们再看 第八节那时 亚玛利人来 在菲律丁和以色列人争战 忽然间出现了 这个亚玛利人 各位亚玛利人是谁啊 你们如果有读以色列历史的话 亚玛利人其实是以扫的后裔 以扫是谁的兄弟 亚哥也是以色列 亚哥也叫以色列 对不对 亚哥的兄弟 所以是同 可以说 亲族 这个亲族不到几代的时候 忽然间变仇敌 我们就看见 特别在旷野 他们没有水和干旱的旷野的时候 如果你读圣经别处 再次记载的时候 亚玛利人是很阴险的 他们从后面攻击 后面 所以有几百万人 以色列这样走的时候 他们不是迎面来 通常军队在前面 对不对 后面 劳碌兵残人 后面 就抢夺他们的东西 很阴险的 小人 这个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 就来跟他们争战 第九节 摩西对 亚玛利人说 现在 亚伦 亚伦 与胡尔 都上了山顶 亚伦各位知道 他是祭司 对不对 祭司长 胡尔有些人说 这个不能完全证实 但是有些人说 他可能是米利亚的丈夫 你们懂米利亚吗 摩西的姐姐 对不对 有可能是 所以很好的同工 他们都跟摩西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所以很多人就要学了 我们祷告要举手 就学这个 但是心没有举 举手举 行事举 所以这个不是讲举手 垂手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明白 等一下我多解释 然后 但是我们的确看到 举手得胜 累了 垂手 然后抽地得胜 这样 然后但摩西的手发沉 人没有力 一定的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胡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左右 所以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各位这个手 以前我当兵的时候 以前我们就是被军官折磨 就拿着那个枪这样做 你拿不到十分钟 你的手就抖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现在当兵没有这种了 一点点要跳楼了 没有人敢做这种东西了 以前我们就这样拿着 被折磨整个晚上 那时候 约束亚用刀 举手 对不对 约束亚就用刀杀了 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彻底的得胜 那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束亚听 那摩西住了一座坛 其名叫耶和华尼西 你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惊奇 这个意思 或者耶和华得胜 就是耶和华尼西的意思 我们一起读十六节 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比世世在代和亚玛利人争战 各位 刚刚没有水的情况 好不容易度过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对不对 亚玛利人就来攻击了 这个就是反射我们信仰的人生 我们不要一直要恳求 安康顺利 所以这个疫情也一样 又起又落 又起又落 对不对 好像故意这样 好像考验教会 考验信徒们 但是很重要是什么 我们怎么靠主得胜有余 刚才我说了 亚玛利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是亲主 在以扫的后裔 但是 现在他们在旷野攻击了 以色列 其实如果你们有读创世纪的时候 上帝在利百加 他怀双胞胎 怀雅各跟以扫的时候 已经跟利百加讲了 他说你里面有两个国 两个族 大的会服侍小的 对不对 所以小的一定会得胜大的 所以已经讲了 所以以色列人在现在亚玛利人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知道神的应许的 一定知道的 所以现在他们刚刚经过那个无水的光景 然后喝得饱足了 干渴解除了 现在要面对另外一个 他们有两个选择 以色又跟以前一样 埋怨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不然就是他们纪念神的应许 既然神已经说过 以扫的后代 会服侍雅各的后代 这个就是可能神让我们得胜的时刻 各位了解吗 所以你的两个解释 那个问题来 要么就是跟你的自然的本性一样这样埋怨 或者这就是我们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了 这是很重要的 家庭有一些问题来 教会有一些问题来 你怎么祷告 你怎么想就是你怎么祷告了 你怎么确认就是你的祷告了 所以现在 以色列人现在听摩西的吩咐了 以色列现在应战 他们应战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跟一般世界的军队不一样 世界的军队是讲策略 对不对 你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 那个诸葛亮每次出来讲策略 但是以色列人是很简单的 以色列人是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 有上帝指示的 所以很简单 摩西说 约苏亚 你选人 出战的 敬钱的人 还是怎样 去 所以这个是实际方面的 所以实际一定要有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觉得 一个战争来就看那个将军 他的军队的势力 这样 但是其实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实际的要做 但是整个战争的战士 得胜的胜算 就在于属灵的摩西的祷告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在这个当儿我们会感觉到 原来很奇妙的一个人看到很实际的战争里面 很实际的问题要应对的时候 人都有聪明的嘛 懂怎样应对 钱没有了去赚钱 家里有问题了 我们要怎样解决 孩子不听话怎么教 这些我们头脑都懂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其实背后一定要有属灵人的祷告 敬钱人的祷告 没有一个单一的靠主 仰望主 交托主 察验主的美意的 那个后面的 那个真的与主亲近呼求神的那个人 你发现你实际做的东西没有用 你再努力做 国效不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每一个的问题你可以过 但是你怎么过 有些问题过了一个又来两个 过了两个又来四个 对不对 有些是你过了之后永远不再来 永远不再来 为什么 因为你真正懂得打属灵的战争 在灵里面得胜了 这个就是 摩西在后面 他就这样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解决 也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 是祷告软弱的问题 靠主不够 交托不够 确认不够 查验不够 呼求不够 其实上帝关注的是摩西的迫切 心里的迫切 各位有问摩西心里迫切吗 当然如果你是摩西的话 迫切的不得了了 如果我知道我一锤手 就有人死 我一举手就有人活 我死都会举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我的手会累 你们听了东西吗 要 但是做不到 这是我们的光景 对不对 其实我的心思 很多东西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教会 我怎么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 在主里面我确认的 看见的 我想传讲的 我想做的事工 我想推动教会前进 我想勉励弟兄姐妹 甚至在这个时候 很多很多 各位的家人 亲友 反而 这个世人是不敢进教会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 是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亲族 你们朋友得救的日子 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但是 有时要讲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可以了 心情接受不了 然后 有时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大家也累 所以 很多很多 要做的事情 但是大家 软弱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自己 心里的力量消化掉 也会有的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个叫人性 人性的有限 人力的有限 所以我要说 你们一定要明白 无论一个牧师多伟大 一个领袖多伟大 他不是全能的 摩西要把这个手 举到日落 他自己做不到的 在他的能力范围做不到 所以需要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需要同工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 对不对 内忧外患 怎样 同心得胜 你一个人多伟大都胜不过的 那个仇敌一定是 你旁边有同工 跟你一起应战 帮补你 扶持你 勉励你 有时给你有一些正面的情报 有时看你忙不过来的时候 来帮助你 感谢主 摩西的旁边有谁 有亚伦跟胡尔 这个 所以保罗就说什么 我最要听到的是什么 不是你们那边的监督多伟大 传道的时候多有恩膏 不是 我要看到的是什么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蘸你的文 为所心的福音 齐心努力 有没有 感谢主 很美的话 对不对 所以就是那个经文在旧约的时候 就是这一幕 旧约是每次用一个图画来讲 对不对 新约的时候 这是用教义来教导信徒 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 摩西就举着手 举着手的时候 很奇妙的 耶稣他就得胜 所以 之前我们看到 那个没有水的光景 是完全神自己做 有没有 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的 你再用力水也不会出来 一定是神的方法 用摩西的杖 击打磐石 水出来 就好像基督的救赎 连到我们这样 但是现在 下面第二个战争 是由什么 人的配合出现的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已经重生得救了 现在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 成圣的道路 跟从主的道路 一定有配合的 我们大家的 一起的同心 一起的祷告 齐心协力 完成主的使命 就在这个地方 内忧外患的时候 大家同心得胜的奥秘就出现了 容易不容易 这个很简单的经文 然后各位我要结束了 第三点 第三最后讲到什么 这个得胜 跟一般的得胜有所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得胜 是神嘱咐摩西 对不对 吩咐约书亚 然后这样的应战 然后同心得胜 主给他们看的最后是什么 彻底的得胜 彻底完完全全的得胜 所以圣经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一个总结 神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 却世世代代与他们争战 圣经是这样讲 对不对 原来 我刚才说了 按着先祖 原来应该是亲族 现在他们袭击以色列 上帝叫摩西 真的是剿灭他们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当儿 你们会看到 上帝说什么 他们是世世代代 神与他们争战的民族 这个亚玛利人 你们问 到底他们代表什么 他们是跟以色列很靠近 亲族 但是 过不久反目成仇 如果你用新约来看的话 这个的意思是 亚玛利人是什么人 你们觉得亚玛利人是什么人 亚玛利人 就好像是从教会出去的 传 传 错谬的福音 传 传假道 传 似是而非的 圣经的道理 传 成功神学 传 那些好像靠近福音 却不是福音的 那些 其实是神最讨厌的 所以你们会知道 亚玛利人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摩西 完全是靠着神 战胜他们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胜过以色列 再也没有胜过的 菲利斯人跟以色列打战的时候 有时以色列胜 有时菲利斯人胜 对不对 你们有看到 亚玛利人再没有胜过 他们就剩下余胜的势力 有时候又出现一下子就赶掉 然后上帝最讨厌的 尤其是扫罗做王的时候 叫他杀掉亚玛利人对不对 他就说留住他们的王 留住他们的牲畜 所以上帝非常讨厌 这个是你们要铲除的 所以我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活口 全部杀掉 扫罗就因为 也顾念那些外在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 然后要夸耀自己 这个王在我手中 我抓住他了 所以他就饶了亚玛利 上帝从那时候起就撇弃扫罗了 各位知道吗 所以亚玛利 我跟各位说 从初代教会来 教会里面 一直出现的什么 那些假道 那些是是而非的道理 因为今世的时代 你看我每一次讲 现在很多各种各样 是是而非的道理 在教会里面 这边换穿成功神学 那边释放医治 这些什么 一大堆就是搅乱人心 教人只有受外在的东西 追求外在的信仰 不是内在 真实认识福音 跟神交通的那个 就这些东西神讨厌的 但是你要知道 历史历代 虽然有这些东西出来 绝对不能胜过一个传真道 传真福音的教会 绝对不能的 以色列会一直胜过亚玛利人的 你们了解吗 其实这个经文其实要讲的 我认为 我读的时候 我认为是这个意思 上帝在跟我们讲有一些东西 所以我绝对不容纳那些 是是而非的东西 我每个信息几乎都会讲这些东西的 因为要归正教会 那些东西不能成为教会 所以到最后 摩西 上帝叫那个地方起名什么 摩西住了一座坛 给那个地方起名什么 耶和华尼西 The Lord is my banner 对不对 上帝是我的旌旗 各位今天你去台湾的话 很出名的一个教会叫旌旗教会 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教会 那个讲耶和华得胜的 就是传成功神学的 就是整天叫人奉献的那种教会 其实在我的特会的时候 很多旌旗教会的人来 然后他们跟我们讲 这个教会讲的信息是什么 这些东西 我跟各位说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唐崇荣牧师讲的 我也越来越发现是这个 台湾的教会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真的要反省 一直在乎的都是外在的 表面的东西 传道人 讲道的时候 关注的是自己的荣誉 今生的享受 不是要背十字架的 所以就是要得到知名度 得到人的奉献 把教会建大大 把施工做大大 就是这种观念 所以你会发现 讲背十字架的福音的那种信息 一到台湾去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 我看唐牧师最后他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有点遗憾 就讲台湾的教会 叫他非常失望的那个地方 他很清楚的这样讲 除非他们悔改 回到本质的东西 不是一直在外面追求外在的福音那种东西 这就是我一直讲的 台湾的教会还不要悔改 中国已经快要来了 他们还没有看到 你们明白吗 如果我是台湾信徒 我看圣经 然后再看局势 我很担心 因为每次都是以色列软弱的时候 这个仇敌就来 对不对 台湾还在那边跳舞 宣告 然后 成功 上帝要我们跨越 成功 兴盛卓越 还在讲这些东西 我每一次去带领特会的时候 我在台湾 有一次我讲同性恋的信息 然后台湾的报章 每次是把我的信息放上去的 那个基督教有一个报章 我说你把这个同性恋的放 主牧师 这个信息有点敏感 这个信息 选另外一个好不好 我心里想 为什么不要放 我都来到台湾讲这个信息了 你们还不要放 这个同性恋 所以我心里面感觉 这是一个妥协的国家来的 这个妥协 台湾的教会是妥协的 所以我现在是 就几个地方 因为生命躺在那个地方 我说这种惊奇教 你看都不要看 这样的教会 把十字架的福音讲出来 叫台湾的教会 懊悔悔改 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教会是这样 有真的很归正的教会 爱主的教会 有 少数 他们是一直靠着主在生存 这样的前进 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工作 我们是一定明白整个属灵环境 那个局势是怎样 属灵的局势 信徒们要的东西 他们喜欢听的信息 我们就知道那个属灵的光景 教会界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耶和华经期 其实我跟你们说 真正的得胜 耶和华尼西是什么 我今天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了 你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 这个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得胜 耶和华是我的惊奇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 出现的时候是怎样 摩西跟同工们 他们与主一起同工 与主劳苦 参与主的得胜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其实神已经得胜了 神已经命定 亚玛利人一定要铲除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要接着摩西 还有呼尔亚伦 要把这个手举起来这么辛苦 然后到日弱才胜过 其实就是要他们跟主一同劳苦 然后得胜这个战争 你们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不传与主同劳同苦 怎么能够传与主得胜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的福音是给人舒服顺利 然后得胜 跨越 这样的人 这个不是福音 这个不是耶和华尼西 上帝的得胜要我们参与 然后我们参与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需要流泪杀种 流泪杀种 才欢呼收割 有没有 圆主祝福大家 那很重要的信息 讲我们 我昨天听到国家给的那些新的一些条例的时候 我说今天这个信息一定要讲 这个信息我一讲了 大家心中有耶和华上帝赐的那个火 那个得胜的观念 在你的心里面 其实 你没有什么东西好怕的 就是 不管是一千宗 两千宗 一万宗 也是照常 和聚会 对不对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用你的道勉励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 也真清楚明白 主与我们同在 主与你的教会同在 主你与一切忠于你的道的人同在 与一切传扬 纯正的福音的教会同在 就是亲自扶持 我们众弟兄姐妹 也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 不管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怎样 主 反而我们的关注不在那个地方 我们知道 在外在看来的那个情况里面 里面有最重要的属灵的战争 主 有哪一个信徒 哪一个牧者们 哪一个教会领袖 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事实 而与主一起应战的 主 他们是有福的 把这样的教会 这样的群众 兴起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 为主发光作严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